朋友啊朋友,你可曾想起我,这首曾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,往后我们再也不会听到原唱了。 北京时间9月28日,4点56分,著名歌手桑天说去世,像年仅54岁,而这首朋友,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,对于他的突然离世,大多数网友也是从难以置信到非常遗憾的。 中国第一代摇滚人,竟然这么年纪轻轻就撒手人环了,因为今年的桑天说才五十四岁,年龄算不上很大,而他热爱并未此奉献一生,的摇滚道路还在进行时,还有他的感情至如今也是一个迷,曾经和思琴哥热热的那些过往,是否真的一笑已分手了? 并且在两个月前,他还点赞过其他摇滚乐队的微博,怎么就一下子去世了,说起桑天说,年轻的一代也许没几个人认识他,但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,桑天说这个名字几乎是没人不知道的。 他长得很胖,从他出名开始,胖和肥就是一直跟着他的两个字,而他的歌迷们更喜欢用普世憨厚来形容他,看着他这些熟悉的老照片,大家是不是有莫名的熟悉? 桑天说出身于北京,从小就热爱音乐的他,曾是中国第一代摇滚人,如今摇滚越来越被大家喜欢,但他们那些曾经为摇滚事业努力的人,却渐渐淡忘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,桑天说的歌声很有爆发力。 他曾组合过不倒翁乐队,也是那一年,他的第一首成名歌曲新的祈祷出现,我祈祷留下,孤独的我走向天涯走向海角,这首歌后来被无数人翻唱过,甚至现在一些人都不知道原唱就是桑天说,随后,朋友又问世了,这首歌对桑天说的事业,起着里程碑的作用。 当初的大街小巷里,几乎没人不会唱的,也让桑天说成功成为这名歌手。 朋友之后,桑天说还唱过《大悲咒》,说说《老月你等歌》,对于喜欢摇滚的粉丝来说,这些歌中的任何一首都值得稀奇品味,至今还被很多人喜欢的电视剧《我爱我家》中的《某段乐曲》里的钢琴,也都是桑天说弹的。 他去世后《我爱我家》全球影迷会,也是第一时候悼念,他一层张艺谋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唱过主题曲。 喜欢玩摇滚的歌手性格都特别粗狂,到为明明那么有钱,但他依然会坐在十块一碗的面馆里吃饭,穿着拖鞋骑着电停车被偶遇,推荐目前为止的风格还是酷酷的。 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别人说些什么而让自己改变,生前的张天说亦是如此,他的性格非常刚烈,现如今人家提到他,都是他曾经入过监狱,因打人的欧事件。 张天说曾被判过六年的刑,但张天说也做过很多希望工程的工作,从监狱出来之后,他不仅一直在做慈善,他的摇滚梦也一直都在进行中。 据网友爆料,他曾在北京开过酒吧,为同样喜欢摇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机会,曾经有人形容张天说叫做张爷天说,他自己却,自称自己只是个猪老爷妈,甚至还有人写过要嫁就嫁张天说的话。 从今以后这些都成为了历史,虽然对于张天说的离世,很多人觉得遗憾,但那个唱着朋友爱朋友的歌手,将会永远存在歌迷的心中。